好 同学们 这是咱们的最后节课 好 来看一下咱们最后一节课的内容 最后一节课呢 咱们要学习的是这个项目的优化啊 首先做项目优化呢 就是一个缓存的优化 缓存的话 咱们前面介绍一个Rudios 是吧 所以我们要用Rudios来进行这个缓存优化啊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代码 来看一下我们代码 优化的部分在哪里呢 比如说这个三个forage循环啊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访问这个阴面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用三个forage循环去查询我们数据库啊 这对我们的每三个数据库是不是压力就会非常大啊 因为他每次循环查询一次 每次循环查询一次了 所以呢 咱们要把这个进行缓存 缓存起来啊 怎么缓存了 比如说 这个 首先啊 这个深刻php他自带是有缓存的 比如说咱们这里有一个 找到这个 这个啊 reterm 这个就是一个缓存啊 比如说下面有一个 你看一下 啊 这个是什么 找一个 一个吧 往下面拉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了 这个就是他把这个 我说一下啊 比如说php 看有没有 你看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他就是把这个php跟这个 html生成这个文件缓存 啊 生成了一个文件缓存 而且是一种持久化的缓存 啊 所以深刻php他自己是带有缓存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同学说深刻php比这个原生的快 快在哪里呢 其实就因为他写了这个 呃 静态缓存啊 也就是持久化的这个缓存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动态的这个 写入到这个roodos里面去 怎么写 比如说我现在写一个方法 叫publicnake fnt然后一个types 是吧 我把这个代码直接拿过来 比如说 从这里 直接全部拿过来 是吧 然后这里面去 然后 我返回 wturn 返回这个wtype 然后这里我调用这个函数 就是s 调用一下这个函数types 是吧 然后到了 types 等于这个 啊 这样也OK是吧 你看也OK是吧 OK 让我把这个进去缓存怎么缓存比如说 我先凌临进去还z just 等于一个 这里我要引入z just 有主意是怎么引入了 引入一个深刻 下面有一个叫patch sh这个方法 他是一个 函数库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在哪呢 同学们要经常去看一下这个深刻php核心文件啊这对你写的代码台方式比如说在深刻里面他有核心文件有个叫 开启的php 开启php 他封装了所有的这个缓存连接方法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开启的扩展目录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这个这个是文件缓存 这个是mily开启缓存 这个是这个radios缓存 还有这个sae 还有这个 这个x卡起 是吧缓存 他放动了很多缓存 咱们用的是什么 是用这个radios缓存是吧 你咱们这里 给先关掉啊 好咱们连接一下比如说radios等于一个 引入的开启以后咱们可以直接实力化是吧直接调用 他会咱们自动给咱们实力化通过这个清台方法去调用一个方法比如说 开启 比如说连接是吧你看 是不是这个方法 连接这个方法 啊 c o e c t是吧 然后 默认默认连接他会什么呢默认连接他是 找他代码啊 默认连接如果你什么都不传的话他里面要传配置文件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手册啊你还是看一下手册 深刻php php 然后完全开发手册 在这个 在这个 rc siray 是吧这里一个5.0阅读一下 咱们找到最下面有一个 破绽 杂像这里有个缓存是吧 啊 这是他的配置 比如说我现在拿过来 他默认你什么都不传的话默认什么你看他是这里写的 如果判断啊如果他里面传参数的话 那么就是 参数了否则的话就是文件缓存是吧 所以如果你什么不传的话他会使用文件缓存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到了 radio是要用一个set是吧没错的set方法比如说123 是吧给个123 然后到了 radio是 给个 get获取这个 1123是吧 给他输出出来 大家注意啊 他生存文件缓存放在哪里了比如说他默认是在这个 你自己是可以改的啊这路径你自己是可以改的默认在哪里了在这个 在这个 里泰姆这里和开启啊他默认在这里应该什么都没有是吧 所以这种刷新一下你看啊刷新一下 刷新 123然后我们到开启这里看一下 你看这开启这里是不是生成一个文件缓存啊 对不对你看 他这个是转码了转码以后输出这个值是吧 所以呢 他默认是有文件缓存的文件缓存的路径 这里说一下吧啊 你看 如果你想改改变这个保存的路径你可以到直接去这个 这个文件缓存里面去改啊 你看他的路径在这个是吧 好 然后如果 如果我们使用radius的话我们要传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你让把拷贝过来啊 我可以把它直接传过去 传过去你看 传到里面去这种改成什么改成radius是吧 radius这里路径就不要了因为路径就是他缓存在哪里啊是不是在内存里面是吧就不要这个了我们打印看一下 打印刷新 嗯报错是吧 报错怎么了是不是没找到 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radius没开是吧把radius开一下 看radius 开启radius ok开启 再刷新一次 嗯 radius没有找到 看一下 我怎么没找到呢 radius 小写试一下 这里写错啊 radius是吧 radius 好 刷新一下 ok啊 你看 radius这样就算连结成功了啊 连结成功以后怎么做呢比如说啊 我这里写一个判断 如果 radius里面的有一个 获取get啊有个要开启 呃叫typs吧typs存在的话 那么直接 取过反啊取过反啊取过反就写一条语就行 取反然后拿过来如果他不存在的话让他就走这里 然后再把这个缓存的结果存到radius里面去 行到比如说set是吧 比如说set 然后 然后到了typ是吧 然后 这里 typ s 这个话 是吧再把它反 再返回一下这个旅途 到了typs 是吧 typ啊 然后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直接转称一个 到了 radius 获取一个get里面的typ如果他存在的话是吧 比如说第一次啊 现在反正成功啊 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这是ok的是吧 ok以后咱们到数据库里面去看一下 到这个缓存里面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获取这个get里面的 叫typs 看一下 围空 再刷新一下 围空 看暂码 如果客户单围空的话那很可能是咱们的配置有问题 咱们去检查一下配置啊 首先这里是配置664是吧 你看 然后缓存有效器为永久有效 稳定 呃因为咱们是存储在内存里面去的是吧所以这里不要视为0啊 设为一个小时3600秒 如果是说你 变化的频率不快的话那么你可以改成这个比如说两个小时7200秒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是缓存的这个 缓存的什么呢缓存的前缀啊 问题是出在这里啊 就是这个缓存前缀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是没加前缀的是吧 缓存的前缀啊 咱们把这缓存的前缀去掉啊就不需要前缀 好吧 不需要前缀以后咱们刷新看一下刷新 刷新 刷新OK啊 然后咱们 获取一下比如说 咱们再看一下获取一下啊比如说get typs 你看 得到的是什么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个是一个接生的一个 对象啊 他是把这个我们看一下radius里面的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radius 啊打开radius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 大家学会去看底层的代码啊比如说这个get是吧首先是获取 那么我们先试试试试试他过来以后走到哪里了他在这里有个值啊就说你穿个直过来这他名字他值了他的过期时间是吧 他直过来他先判断他是不是一个phb的对象 或者是不是一个phb的数字如果是的话就把转换成这个接生的 呃接生的一个对象啊 然后否则的话就是一个字符算是吧 然后获取怎么获取你看他又把这个给 调换过来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你看 他采用radius他默认采用的是用接生缓存你看使用这个接生第一扣的将phb数字转化成接生的一个对象 然后当我取出的时候 你看get取出的时候 这个反了啊弄反了啊 把它调换一下 因扣的是将这个 phb的这个 数字或者对象转换成接生接生对象 然后第一扣的是将这个接生的数字转换成phb数字和对象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当我第一次存储的时候我通过这个接生一个扣的啊把转换成这个 呃字符串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啊就是这个radius他这个gat跟set他只能存储字符串啊 gat跟set类型他是储存这个字符串 其他类型他是不支持的啊 所以呢他使用这个接生跟呃接生来存储啊 这是第一种 然后当我取出的时候他用用这个 用这个 gat用这个接生第一扣的又把转换回来是吧 啊 所以咱们这个缓存是成功了的啊缓存是成功了的 好 那咱们这个radius的这个缓存就算成功了啊 这里还有个支持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缓存数据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我在这radius这里改造一下啊我直接改造底层原来码 他这里是用阶层保存的话 我还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phb自在的这种序列化来保存啊 比如说我用序列化这个函数 我让他直接 转化成这个 文明形式啊 这个是phb的一个序列化函数啊 直接把它转化成这个文版函数了再用这个 比如说在这里 get获取这里再用反序 反序列啊这个函数反序列 这个函数然后把 把处置去掉啊 把处置去掉 然后我们这里重新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大家看这里啊 这里是通过这个 这种方法是吧然后刷新一下 他这里 有问题啊我们看一下 get OK刷新 所以你不要错是吧 可能是原来这个reduce里面他还有这个数据 是吧 你看这是节省的所以他无法获取 咱们要先把这个 给清除一下 比如说可以从php里面清除啊 php里面怎么清除啊 还有一个函数叫 比如说我让你先清除一下啊 reduce 你都用一个rm 清除这个 types 是吧 清除一下啊 刷新 OK是吧 清除以后再把它干掉再来一次 是吧 是吧就OK了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反序 序列化给反序序列化保存也OK啊 咱们来看一下客户端的 你看是吧 这就是序列化给反序列化的不一样 你看 这是用接省的 这个是用直接用字符刷形式 是吧 所以 其实咱们缓存的形式有很多种 主要是看你怎么去用 这是两种 就是第一种用接省去缓存 第二种是用php自带的这种 序列化与反序列化去缓存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reduce缓存这一块 reduce缓存这块其实作用还很多 比如说你看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就用缓存了 是吧 把它缓存起来 而且你通过这个函数去封装以后 下次 你看 比如说 你要点击进来 你看 这里是不是也有啊 你看 只要我从reduce里面直接去获取就行了 你看这个也是啊 都可以从reduce里面去获取 这样就不需要每次去操作数据库了啊 那reduce就是这里就要讲到这里啊 然后我们我们现在是用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啊 然后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mysicle这一块 mysicle优化怎么优化呢 比如说 打开我们mysicle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思考题最后这里啊 就是建议 就是 思考题是建立所有与不建立所有的区别就是假设 比如说mysicle表里面有某个字段里有一万条数据 建立所有以后查询多少次才能查询出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用mysicle是吧 用slater slead的新form 然后 查询哪个表比如user表是吧 然后weal条件 ad等于 我是吧 然后id无二条件ae等于我如果如果我的表里面mysicle表里面有1万条数据 1万条数币 数据 他从上往下比如说这个这里查询id为 1万 1万啊 ae为1万的 我mysicle表里面有1万条数据他是不是给循环查1万次啊对不对 这是关于这个mysicle表的这个他给查1万次是不是特别慢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优化他 那就建立所有 什么要建立所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什么叫建立所有这里的话给大家发张图吧 建立所有 比如说我买sicle里面有1万条数据是吧这是1万条数据 是吧 画的不好看啊 你画一下 这是1万条数据然后 我查询第1次第1次的过来的时候 我这里写一个 这样 再来一个 这是什么 可能有些同学接触买sicle应该听过一个叫红黑数的啊 我画了这个叫平衡二叉数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我先画一下啊 平衡二叉数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查询一条数据 这个 查询一条数据 从这里过来他先比较我这个 我这个ad的大小比如说 因为我经历所允了吗 他先比较我这个 只有经历所允的这个字段的大小比如说 刚才是用这个ad是吧 比如说这个ad的大小 如果ad大的话 他走这里啊 ad小的话他走这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索引 索引 查找 法 索引过来 嗯 嗯 比如说mysicle 他在插入一条语句的时候啊 mysicle 插入 插入 一条数据的时候 他会 建议 一个索引 他会在一个表里面自己表里面建议一个索引啊索引是干嘛呢比如说 他进行判断比如说一个ad为50的 过来 的 字段 的条件 过来是吧 他会比较的大小 比较 比较 大小 啊 比如说啊 你看啊 我ad为50过来 如果他比 呃 以5000吗 10000 10000的话除以5000 比如说 ad为5000的 5000过来 如果他比5000大他走这边 如果他比5000小他走这边 啊这里是大于5000的 比如说这写一下啊 大于 5000 是吧 5000 这里是 小于 5000 他通过这个比较啊如果说大于5000的话他走这边如果是小于5000的话他走这边 是不是你看如果我这个为我ad为5你看 ad为5他是不是就走这边了那么是不是他就不需要去查询这大于5000这一半了是不是 所以我第一次进来的状况我就直接减掉一半了我查询条件就直接减掉一遍了 然后再过来 你看 如果大于2500 他走这边 小于2500他走这边 小于2500 你看我ad是小于2500的是吧 你看如果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少一半第1次再过来的时候再少一半第3次在判断的时候再少一半 以此类推啊 查询有万一万次我们用计算计算一下啊 记忆算七啊 比如说我有一万条数据是吧 我每一次少一半你看我查询查询一万条数据我要多少次除以2 是吧第1次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第6次第7次第8次第9次第10次第11次第12第13次 是吧 我只需要第13次 你看 第13次 13次 就可以 查出 查询 查出 1万条数据 1万条数据 条数据 数据对对应的 那条数据 是吧 这 这就是说建立所预有不建立所预的区别如果你建立所预的话我只需要查13次 我就查可以查 查出1万条对应的那条数据 如果你不建立所预不建立所预的话他会查1万次 这就是差一个区别 他通过比较大小去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类型 所谓的原理刚才说了是吧就是平就是平衡差数 他过来先判断大小如果大的话 他走这边如果小的话他走这边一下就去掉一半了 第2次他他再来一次就是判断大小 是吧 第3次他再判断大小 通过这种一次内存的方法 所以我们说建立所预是优化MySQL非常关键的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建立直接通过这个 LevelCAD 你看连数据库你看啊 TP5 然后我们给这个用户表去建立一个所预 是吧 你看这里有个建立所预 首先 建立所预咱们来建立什么 AD的话当初我们设计的AD的话 它是有这个组件是吧 组件连设计表 你看有组件自动递增了是吧 成为组件以后他就有一个所预叫 呃 GG级所预 就是他这个AD你是不需要给他建立所预的 因为你 你这个 建立自争以后 他会自动建所预 所以咱们不需要建建这个 AD所预啊 所以比如说这个index是吧 所以名然后栏位 比如说AD name 然后所预类型 所预类型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写了啊 这里有所预类型给他写一个成文字了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是普通类型啊就是普通的类型 然后这个 这一个是唯一类型 唯一类型比如说咱们的用户名是唯一的是吧 咱们可以建立唯一类型 然后所以方法 所以方法一个是 哈希还有一个是 这个btr11 哈希跟这个btr11有什么区别呢哈希可以用来做这个什么等于啊小于啊 是吧 但是哈希有局限性啊 哈希他不能做这个欧德巴排序 还有这个lake模糊查询啊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用第1个啊用这个就行 然后咱们第2个还有这个 是吧 栏位还有这个密码 密码不是唯一的啊所以咱们建一个普通索印 来添加索印是吧 引带克斯 是吧 栏位 这个密码 密码的话咱们建立一个普通索印就行啊 默认就这个是吧 这个就是借索印 借索印非常简单 但是也非常作用啊 然后还有一个类型是怎么 是咱们这个全文门索印啊 比如说你要 你要针对每一个 一篇文章建立索印的话 比如说咱们北斗啊 针对一篇文章建立索印你可以用这个 费尔泰斯个 建立全文门索印啊 全全文门搜索印啊 好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买西口的所以一个优化啊 当然咱们这个优化的东西还要很多但是咱们也是用到哪里就说哪里啊 好 这这个所以咱们也说了啊 比如说这个 660优化还有个每身可优化这两个是核心中的核心大家下去一定要把这个好练一下好吧 啊 好那咱们整个课程 整个课程的已经说完了啊 整个课程咱们这个第一季就算结束了 第一季我采用的是这个rc2版本的是吧 所以等第二季的时候我希望是等这个完整版出来咱们去把这个完整版一些特性比如说这个 路由还有他这个操作数据库还有这个api接口这块都好好说一下啊 咱们说这个其实不涉及这个太多的这个 这个syncPHP这个 呃他的语法点啊主要是咱们写的一些 呃就是关于这个技巧技巧性的一些语法 所以大家使用这个 呃r2c 呃这个c2版本还是c16版本都是一样的啊 好咱们整个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啊等到第3第2季的时候咱们再见好吧 谢谢大家啊谢谢